就想說快住住看 它居然長了 所以你就想喔 假設我們要建圍牆 這麼密的 而且很挺拔 我們把它算好距離種下去 是變圍牆了 變圍裡了 所以我們就圍裡 我們用橫的再邊一邊 狗就不會進來了 而且有非常漂亮的 剛才那一朵花 這是它的花 有沒有漂亮 好高啊 像月亮 又像什麼 你知道 像水餃 太陽花 像水餃 所以有很多東西 我們當我們拿到一個 新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想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說你對農業是緊張在做的 你自然有新的點子 而不是看著別人寫什麼 別人有的是對的 但是有很多是錯的 所以我想說 比如說今天我們就去看 土成彈藥物 我說這個人的 菜圓做錯了 我們說金國你注意看 他的菜圓錯了 因為他菜圓是這樣子 一起圓圓下來的 為什麼我對那個特別清楚 因為我好幾次搞錯給我媽媽打頭啊 跟你講幾百次也不記得 我媽媽的菜圓是翹起來的 兩邊的翹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翹起來嗎 不是 是不要讓肥流掉 這樣一澆的時候 肥就往外流掉了 你這樣一澆他往回流 流到自己的 肥水不落外能田 像這個 他完全沒有見識過這個世界 這是他的祖先告訴他的 他的媽媽告訴他的 好 那我呢 我要不要告訴我小孩 我看起來我小孩不太要 我只好找一個小孩給他要吧 所以 像這個東西 只要斷掉就沒有人再談了 因為整個學校教育不教這個 然後大農不教這個 我去那個湖尾看那個工具展 一部車五百萬的 然後我站在下面我就不見了 我一看到這麼大一部車 然後每一部都貼著 誰買了誰買了誰買了 什麼合作社 現在合作社專門搞這個 所以可見那個思維 我覺得他們想要合作精神是有的 但是那個腦袋 領堂他的時候走錯方向 因為他看這個太小了他不要 但是我們小的加起來就大 小的加起來就更精彩 所以如果一塊地 只是非常精準的去算 一樣的農作股 這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現在這個氣候變遷 糧食生產非常不容易了 就是結果受粉已經 受粉結果開花 結果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那個點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抓也抓不準了 所以我們多種幾樣 我們就風險就降低 所以這是我們 而且我們未來要養豬 我們的豬不用水 我們豬用電料 所以他每排一塊一坨 我每拉一泡尿都是我的財產 因為我的豬也會做肥料 我的豬就在裡面做肥料 賣豬也賣肥 所以像這樣的是很棒的 而且我們的水源最上面是 我們的大池塘 我們的池塘 池塘下面是我們的田 田下面是我們的養豬 養豬 我們豬大概養股六次 然後我們古客家的那個腌豬肉 我現在走遍台灣都不再知道這個味道 你知道客家腌豬肉什麼做的嗎 用粗鹽 用稻桿 用水缸 這樣子一疊疊疊疊 然後每天白天拿出去 晚上拿回來這樣子大概十九天 酒醬風來的時候就這樣吹吹吹吹 淹到那個肥肉以前的肥肉 現在你吃不到肥肉對不對 因為每一條豬都吃瘦肉精 你反而要肥已經沒有肥了 那個肥肉 很厚的肥肉變成透明的 然後當它燙過的時候 你一咬 起 脆的時候 因為它油都滴掉了 非常的好吃 所以這些老祖先的技術 如果沒有人重啟這個 它就真的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最大的想法就是 更多人投入這一塊 然後呢 大家不要重疊 你做他也做 兩個就競爭了 所以有人也講說 欸你做出教主不可以 因為一脈相傳 兩脈就不傳了 就互相競爭 所以還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 所以我想說今天我來這裡 其實我有一點要宣揚這樣子的 就是說環境運動 環境等於 環境就是等於經濟 環境 環保等於經濟 環保絕對不是經濟的殺手 所謂的經濟的殺手 那個傢伙只是講錢他沒有講經濟 所以我們經濟所到之處 人人歡笑 而他們的錢 資本主義所到之處 就是一人笑萬人哭 所以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的每天的力量都是在進行著 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動力就是為了這個而動力的 所以不是為了賺幾塊錢 不是為了要成為一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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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講說明星農夫 我說不用啦 這個都不用啦 農得從明星是怎樣 是全體作戰 這個全體就是明星 就是一個大的組織 他才有辦法告訴人家是怎麼樣 我去年喔 想要做一個 想要做一個農民公社 結果一去五個月我就搞掉一百多萬 就給人家弄走一百多萬 所以他跟我一直講 講到後面他一進來就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試過很多種方法 但是我今天會公然的這樣子講 就是我自死心未死 希望更有機會可以再繼續做 有沒有可能 嘿 我也去看到中國的勞動者 他們彎腰 他們常常說面朝黃土背朝天 他們就是畜生 對 我說台灣的農民也是畜生啦 兩岸的畜生要不要團結起來啊 我們為什麼被打入畜生啦 因為勞動階級是永遠勞動 沒有價值的 怎麼會說一個電腦 從頭放到尾十幾分鐘出來了 可以賣一兩萬塊 喔 我們農民剛才講的小麥 你知道嗎 很蠢的事就是 他說我們兩個說 阿姨那個小麥被吃光了 我們就可以不用採收 多好 哈哈哈哈 你看累成這個樣子 所以呢 可見就是我們人太少了 如果更多的人 我們可能會變成樂趣 所以在這邊很慎重地邀請各位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在哪個地方 是不是可以我們一起牽手 一起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然後呢 欸 不要讓我們的農民唱愛歌 你知道我以前讀初衷的時候 我爸爸上次他講我才想起他說 你以前讀初衷的時候啊 我要去找誰擔保啊 各位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讀初衷 我爸爸的身份是需要被擔保的 我是要找一個辯護來擔保我們的 是 所以我們教育的機會 非常的機會 非常的少 我們是初衷的人 所以你想想看 那樣不公平的時代 是誰把他打開的 是有太多我們的前輩 他就是 泡頭顱賞熱血 把他撐開這個東西啊 今天我們可以在這邊講誰 誰把他撐開的啊 就是有一群先烈 被犧牲了 所以但是還有頑強分子 還是不死心 因為他既得利益太大了 他從來沒有工作 他幾代人都沒有工作 他前幾代沒工作 他後幾代也不需要工作 但是我們祖先是從以前一直做電容 一直做到現在 我們覺得我們子孫不可以再這樣了 所以我們才願意告訴大家說 要不要一起來做一件 甚至我們跟他們沒有關係 我的田修工不請補貼的 我的田是不是申請補貼的 所以有一次我到公務店是講那個 有話好說 農苗請副署長就坐在我隔壁 我開始修理他啊 我說你跟我講復庚 請問你水從高處要往低處流怎麼淋 你說話看 你知道休庚這麼久 我們的整個酥水菌全部崩裂了嗎 幾個罩都吸不起來了 他們就這樣隨便亂講啊 我打電話問農委會啊食品加工的問題 沒有一個人知道啊 做領甘心 耽誤別人的青春 這非常嚴重的問題啊 所以我跟每個人講說 所以我今天我弟弟在這邊做 我常常跟他講說 他有非常多病人的朋友 這是我探為觀止的 哪有人醫生怎麼整天都跟病人在一起啊 哪個病人哪個病人哪個 那個病人一直說 我就覺得是他的弟弟不是我弟弟的 為什麼 他把他的那個東西當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把別人的青春耽誤了 把別人的所有的前途都全部都耽誤了 今天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大家攜手 來做一件 不管你是報道者 不管你是做小工具的 或者是做十筆加工 或者是做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來討論 我們到阿農場 有一個空間叫做生態教室 如果你為這個兒郎 先把議題搞好 大家搞好時間來這邊談 我們那邊吃住免費 因為我們的生態教室就是要 感謝這些在各個地方 每個團隊在小小的議題 或大大議題 一直在打的那些壓力團體 我覺得有時候他們需要用我們的地方 非常歡迎各位 如果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非常歡迎各位來使用這個地方 因為這是來自社會 違規社會 因為所有人來幫助 來買我們的處 他就是這件事情的參與者 所以呢 如果各位覺得我們這裡 對我們有一點有趣 我們現在我們的服務員坐在這裡 你可謂引志文 志文就站在這裡 他在台北城的路 需要他服務的地方 請各位 可以來找他 甚至於 他還常被我調回去 割道 割道變三角去嗎 他就跟我講說 不可以這麼便宜 我說人家問他 你東西怎麼那麼貴 說你不會回答 你當然不會回答 你回來做 所以每一個都回來割道 你講一下你自己 什麼樣的感覺 你剛才回答 人家妻 有種